欧美国家现在陆续传出解除封城要振兴经济 未经议董事长黄崇仁就点评 半导体5G还有数据经济这三大产业 在第四季的表现将有亮点 全球陆续解除封城 欧洲民众开始上街欧美经济复苏产业 渴望动起来 他们非拼圣诞假期不可 所以我觉得意大利啊 法国啊 美国这种国家在第四季他们非拼不可的 他们现在一户就是不管多严重 五业户一定要开始动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看好半导体 这种产业的高科技产品在第四季 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点书 除了半导体第四季表现可欺 5G等大数据科技也是亮点产业 大家是多用在家里上班 这个无形中的加强加快 5G的使用 5G AI IoT越来越普及化加速 所以在我们的经济里面 有一环叫做金融经济 就是那些财务 这在未然不太受影响 产业经济受影响最重 产业就是制造跟服务 数据经济就是得 这个不受影响 反而成长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上网 所以我们现在比方说 no book都缺货什么 所以我觉得呢 虽然美国突然就是 CEE那么高 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 看好三大产业 理事成长 黄崇仁跟大胆预测 台湾战略位置将变得重要 所以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根据这个各国都会来想台湾 叫台湾做东西干嘛 这一定会来的 我们到UFD都是满载 所以出货那些其实都是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而且客户不敢 他还是需要加码 就判台湾透过结束防疫化 危机未转机 东森采生新闻 蔡炳红 红沛鱼 钟云瑞 台北三房报道